大家都知道,Samsung大概在一個月前推出了它們新的旗艦機,Galaxy S4 而當中其中一個賣點就是Gesture Control 即是在一個Sensor前面做不同的Gesture,就會有不同的功能 而其中一個就是有一個功能叫Wave,可以聽電話 只要輕輕在Sensor那邊Wave一下,就可以接聽電話和Turn On Speaker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功能很特別,不過今天我就會教大家 如何在其他的電話,即不是S4的電話上面,也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大家就不需要為了這個功能而特意買一部S4回來 要做到這次的功能,我們主要是用一個Apps 這個Apps相信大家都聽過,是一個很強大的Apps,叫做Tasker Tasker就可以讓你設定不同的場景,設定不同的步驟 去實行不同的Task 例如說,當沒有Wi-Fi連到的時候,就自動幫你關掉Wi-Fi等等 這些東西都可以做到的 Tasker基本上可以在Play Store下載 只要搜尋Tasker,你就會看到 Tasker不是一個Free Apps,而是一個需要錢的Apps 但我也認為這個Apps是值得付錢去買的,因為真的很好用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當然是下載Apps 下載完之後就可以進入Tasker 其實我已經設定了很多不同的步驟 Tasker是每一部電話都可以使用的,而這些步驟也是每一部電話都可以使用的 這次我們要做的事就是,令到當你有來電進入的時候 只要我在這個Sensor前面,WAVE,它就可以自動幫你接聽電話 兼且是開了Speaker的 其實很簡單的 第一件事,你首先進入Tasker之後 你就要去上面 這個,這裡有三個Dots 你按吧,之後去Preference 你就要首先DISABLE了Beginner Mode 那我稍後就會說為什麼 那你要DISABLE了 那你DISABLE了 那你DISABLE完之後呢,就Back 那它就應該會DISABLE了 那你見到下面其實就有點不同了 那首先呢,我們就要Add個Profit 即是類似Add個場景 那樣 按這個Plus的Icon 我們未必一定要給它名字 那如果你要給它名字 就叫Wave to Answer Wave to Answer OK,Wave to Answer 那選State 選了State之後,它會彈出一個Box 那我們就選擇Fone 選擇Fone之後呢,就Call 那Type呢,它本身已經是Incoming 那就不需要再選擇 因為它有Outgoing 或者Any 那接著選擇之後呢,就按回這裡 那它就會出現了Profit在下面 那之後呢,我們就要Create一個New Task 即是要做些什麼 那...我們本身沒有的 那麼就按上去最頂 那就有一個New Task 那麼按 那也都基本上不用給它名字了 那直接按個Take OK,那進入一個Blank的畫面 OK,稍微小一點點 進入一個Blank的畫面 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加三個Task 進去 第一個Task 就是... 你首先呢,就需要去... 叫它Take這個Call 好,那叫它Take這個Call 你就按Phone OK,Phone 那按完Phone之後呢 那就叫它Take Call 即是聽電話了 那按完Take Call 就OK的了 你可以按Back 或者按上面這個也可以 那你見到它create了一個 Take Call的Task 在那裡了 然後再回到下面 那再按這個Plus的Icon 然後呢 今次呢 我們就要加一個... 其實可以說是Optional的Task 因為呢 有些電話呢 如果它Take了Call之後呢 我們想它的Speaker是On的嘛 但是有些電話呢 可能在接那一刻 On了一秒呢 就會自己關掉的 那如果你有這個問題呢 也可以Add這個Task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Add了這個Task 都不會影響你什麼 那最好是Add了 那我們按Task 按Wait 那Wait多久呢 就不用理會了 那... 隨便按吧 就當一秒就OK的了 然後再按Back 那現在有兩個Task 第一個是Take Call 第二個是Wait 一秒 這樣 然後再下去下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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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回來這裡 那... 那就去Audio 那...Audio 在上面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Speaker Phone Speaker Phone 那... 那我們就Set On 不是Off On Set On Set完之後呢 又是按Back 那你現在應該看到 你現在有三個Task 第一個就是Take Call 第二個就是Wait 1秒 第三個呢 就是Speaker Phone On 那... 那...Set完之後呢 你又按Back 那...基本上這個Provel 已經Set了出來的了 那... 那... 但是除了Call Coming之外呢 我們還要Set一些東西 就是... 就是... 我們要加一個Sensor 那... 那... 就長按這個Call Incoming Add... State... Sensor... 然後按一個光學的Senso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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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便會看到... 現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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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 那... 呢... 那... 我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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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 那... ности... 那... 都有很多選擇的 你自己選擇也行,你喜歡怎樣也行,Standing up也行,Upside down也行 我們選Face up,這樣按Back 這個步驟基本上是完成了 我們看一次,現在Wave to answer這個步驟 首先我們要是場景如何這個Task才會穿 就是首先我們有Call incoming 以及我detect到那個Sensor是有Wave 以及那個Orientation是要Face up 那我就會take那個Call和穿了Speaker phone OK,設定完之後 Tasker如果你要Save,你要按Back 在Save之前,你就要長按這個Provel 它會穿了灰色的 然後你回到上面的Bar,你會發現不同了 然後我們按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這個東西出到,你就要做我剛才說的第一步 就是untake了那個Beginner Mode 不然你就不會見到這條Bar 我們按這個Settings,會有一堆東西出來 你要做的東西就是 untake了這個Restore Settings 因為如果你不untake,它的Speaker phone 就會自動關掉了,當你聽電話的時候 你弄完之後,你可以按這裡 基本上這個Provel已經真正正完成了 按Back,Tasker就會自動幫你Save了 好了,我們現在試一次吧 我打個電話吧 我打個電話,你不然記得按它 我打個電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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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聽到了 Testing Testing Speaker 開啟了 但它基本上有一個Bucks Bucks就是一開始 它的Speaker是不會顯示開啟了 但實際上它是開啟了 OK 那試完了 基本上這個Task是work for all phones 只要你剛才 好像我剛才那樣set 基本上就一定沒有問題的 那希望大家用得開心 那想用這個Wave to answer就不一定要買S4 那用Tasker set都OK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留下 那我會盡快回答 而需要的東西 例如Pofo的名字 動作 我都會再放一次在Description 那大家可以留意 也會放一些下載連結 多謝大家